这个教育这个吧,我爸这个体会呢,那是什么?我们中国的这个现代的教育呢,它只教,它不懂欲,就是或者说没有欲,就是学生的,比如像做人的一些品格呀,品德呀,哲理呀,或者包括什么是说的这种学习方法,我们中国的教育非常欠缺,它就这种应试教育, 做成来,大家是为了,读书是为了应付考试,包括现在的社会上是考工啊,考这个考研呢,等等,这时候呢,当你在课堂上跟学生谈欲的时候,他就觉得老师这有什么用,是吧,你看那时候我这个人比较喜欢音乐,我就跟经常跟学生交流,我说音乐的熏陶非常远,学生问我,老师,听他干什么用? 有什么用?你是能让我考工还是考研?这个话问的让我就非常的纠结,我就,我就又不能展开,就是谈太多,因为毕竟讲的不是这方面的课程,而这学校的教育计划里边也没有这个内容,它就是有它的教育大纲,对吧? 然后有一本教材,你就给我把这个完成了,算你完成教育任务,但是这个欲这个东西,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欠缺的 对,孙教授啊,我们刚才是在交流的时候也谈到,说有很多家长问他,说我的孩子将来学什么专业,最重要,孙教授说,你把英语学好,最重要 这个开放的思维,就是我们要学会用全老思维,我过去做这个全老速读,就是左右老,我们左右老是分工的,这个左老偏向于逻辑思维 所以陈博士插一句啊,就是你要在这儿办教育的话,就得创造这种语言环境,英语的语言环境,这个恐怕是将来也得考虑的,因为语,没有语言环境 对,咱们赢他一得天读后,下面就有个外事大学,不缺这个英语语言的这个人才和环境,是吧 而且呢,这么说吧,孙教授如果在这儿听听我们一起,我们可以把外事大学的一些资源也整合一下,对吧 我们不一定,我们不需要为了应试,我们教的学生一开始就告诉他,如果你只是为了一张纸来,你就别来 就像我国际证书,我颁发证书之前,你知道有某一家人力资源最大的公司的资深的讲师参加我的培训 其中有一个,是复训了两次我采给他的证书,为什么?我不在于你水平有多高 我关键是考察你的内涵,撑不撑得起这个证书 所以反过来说,说你的本事要靠拿一张证书,那你这个本事都是假的 对吧,反过来说 你哪怕是吉利大学,或者是一个 你的本事比北大还牛 也不是不可能啊,是吧 陈寅确,著名的北大过去的教授,他什么证书都不要 他到哪个学校去,如果是为了那张证书,那就不是陈寅确了 对吧,所以我们有一些吃瓜群众在评价的时候,说这个证书,这个证书 他知道什么是权威吗?权威不是一个所谓的权威机构发的证书,就是权威的 我告诉你,权威在于你是不是真正的认识了真理 尔时真理,真理是尔 如果你真正的与道合一 把握了真理,你就有权威性 否则,你就北大的证书 清华的,法学博士 没用